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只要跟你有关系你就不可能自由自在 你只有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拍照才是第一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边你不需要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就是自己就够了 我从13年算是正式开始拍自己喜欢的 就是街拍吧 就是扫街比较多 我就喜欢去大街上拍照去 我前段时间就是把我之前扫街拍的那些东西 我自己筛选了一下 筛选了个两百多张吧 去打印出小样来了 就好处是小样就可以自己去翻看旅 然后往外去找同类品 拍的那些东西你拍多了以后 你再拿到一块看 你才会发现哦 原来我拍过哪哪哪 原来我经常去的几个点是什么地方 我从13年街拍 为什么那会我单身啊 对吧 也没有媳妇呢 连女朋友都没有 就单崩一个人 出了上班 剩下的周六日都 就就就就就闲着了 然后就这一个爱好 其他的就就什么都没有 自己觉得好玩的呀 什么的就拍这些 但这是个这是个乐趣 很从这当中我能能找到快感 对吧 街拍里边 大概它分两类 我理解的 分两类 一类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嗯 你去等 就有点像猎人 狩猎的 就是你蹲在那 你你可能就是这个场景里面 你就觉得他少一个人 少一个什么样的人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 他是一身深色的衣服 还是说他穿的什么浅色的花色的 这个东西你可能会需要碰 你要等这个元素进入到你的画面里边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狩猎的状态 还有一种状态是 这种突发的 就是你走着走着发现就这 就就正好 这个状况你需要拍下来 就是你这会儿不拍 它两秒钟之后 它就发生变化 人一直在走嘛 它变了以后就没了 那这是另外一种状态 就街拍里边 我自己认为会有这两种状态出来 走走上一圈就很解压的 就真的很解压的状态 就是 你干一干干了一天活 或者一周干干上班特别累 然后住周末的时候出去走一天 走半天 都非常的爽 就是愉悦嘛 心情特别的开心 我们这一代人 80后 80后本身也比较苦 你这个人肯定是带着一些 人生当中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开心的东西的 但是你这些东西都没有 没人拍 没人记录 就是我们这些年的 整个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觉得是 就文化发展没跟上 说白了 老百姓们没有 没有人 哪个人说传授过 或者说是 自己思考过这个 什么是美 什么是 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它来不及 就一心想是挣钱了 根本就来不及思考 什么样东西是好看的 我也不是亲日啊 这当然去日本几次 我觉得日本会 会更好看一些 二战之后的几年 马上就这些人 从战争当中 明显着能够脱离出来的 那种感觉 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状态 其实都已经能从那个 一些摄影师的作品当中 能看到了 然后15年结婚之后呢 我关注度到家里边 就拍了很多 我媳妇的照片 就是我给她拍照 就像我刚才说 那个我去记录 记录这个人 他的一个生活状态 因为方便呀 自己家人 他对你的那个戒备心 也也没有 就是他也知道 你不会怎么样 就顶多是大不了 女孩就会觉得 你拍完这个照 是他的丑照 当时他也并不知道 我拍完以后会怎么样 我也没想过 我拍完以后会怎么样 就是留下来自己看 因为你拍一张的时候 你发现不了这个 东西 但是你要拍的时间长了 你把他这种照片 他的这个个人 正常的生活当中的状态 放到一起 就是说我们不说 这个照片的好看和难看 你从这一堆照片里边 你能感觉到 这个人的一个人物特征 他的状况 生活了这两三年 比如拍了三年 生活这三年里边 发生的一个细微的变化 是能看到的 就这些我觉得是值得的 有价值的东西 叫我来说 拍照拍一个人 这个照片怎么叫好呢 那别人看了以后 这个照片一看就是 哦 这就是他 这就是一个 对了 就是好照片 看了半天 就照片是照片 人是人 那就没有意义 那照片就是 单纯就是图片 他没有说 去拍出来这个人 什么样 见过他的人 就知道 哎 这就是他 没见过的人 你先看完照片 再见人 你就会发现 哦 一样 匹配度非常的高 就这是一个好东西 我觉得 大家我们去哪儿啊 去 去 我们都从清潜路那走一下呗 好的 嗯 是去世界的另一头吗 地狱 走 地狱是和田狱吗 每天都身在地狱 这点咋剑掉 啊 一会儿带你们看孩子们吧 好的 秋准 我最喜欢秋准了 秋准 之前在我们家住台湾那个小哥 他的中文名叫邱伯君 他的英文名叫邱准 小孩子 小孩子 大概我们走一下那个青年路那儿 我觉得要是能用的话 就也能用上 因为我之前那个照片可以 可以 对 我最爱的 永恋 我最爱的 专门 小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